大批警令埋伏在飞机工厂外要准备进行攻坚 就发现入口处有两只大型犬故门 只好等饭嫌进行喂食的时候 在一举攻坚成功将人口压制 台中市行大日前获报在运林二轮香郊区 居然暗藏大型的制毒工厂 经过多日的搜索掌握相关讯息一举攻破 当场逮捕32岁的黄姓制毒师 并搜出凯他命结晶成品约5.4公斤 还有相关的制程用具 出估毒品市值高达新台币1600万元 如果流入市面可以供三万五千多人自使用 除在出入口等药处架设摄影机以外 更换养两只大型犬 出力于场区内前景来当警卫工作 悬案迅后以毒品危害方式条例 移请台湾运营地方检察署续行侦办 这会狡猾的嫌犯为了躲避查气 选择到人口不到两万五千人的偏乡 租赁无门牌号码 外观形同废弃的铁皮工厂 作为囤放制毒原料和制毒作业处所 还特地养了大型犬哈士奇和台湾犬雇门 俗信警方无所畏惧 依旧成功破获并将人逮捕 警方强调将会持续打击毒品犯罪活动 避免再有更多人深受其害